联合各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在会上介绍了 勾建和平力量网 这个网应该是网络的构想 希望团结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 利用各种媒体来推动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交流 共建全球和平 那么在团结世界所有可能力量当中 会有哪些障碍 障碍肯定有 而且障碍是多方面的 那么障碍的根源是各个不同族群 各个不同宗教的文化背景 你不能够明了 不明了就会产生冲突 就会产生障碍 所以要化解这些障碍冲突 要认真去研究 去学习 这是我个人经验 你真正去研究 研究 研究 学习 自然就化解了 不必研究很多 你就研究 就是你自己的宗教 你自己族群里的文化 研究到一定的深度 你就会发现 跟别的族群 别的宗教有贯通的地方 就像我在引尼回教大学 我在回教大学 讲言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就来发问 那是他们毕业班的学生 就正好碰到他们毕业典礼 他问我 他说我们宗教 故故不相同 怎么能够团结 我就告诉他了 像这个五个手指一样 因为印尼国家承认五个宗教 伊斯兰教 这是人数最多的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印度教 他们国家承认五个宗教 我说五个宗教呢 像五个手指一样 不一样 你不要去关别 你就一门 那我说佛教 专门研究佛教 研究到这个地方 还不一样 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晓得确实通的 到最后你晓得 一个根 为什么 我们这个地球 地球最早是一个文化了 一个根分出来的 哪有不相同呢 那么在佛法里面 整个宇宙是一个根 发现 新鲜事变了 那哪有不同啊 那到这个程度之后 你再去看所有宗教东西 我一看原来都相同 我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经典 相同的 有十之七八 不同的 只有十之二三 那个十之二三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什么 他居住地区不一样 所以文化背景不相同 生活习惯不一样 适应于当地的 除这些小部分之外 每一个宗教大学 每一个教是一个学院 将来全世界的各个宗教传教师 都是同学 不同院系 都是一家人 你可以专门研究你的宗教 同时也会参与其他的宗教 为什么 共同科目 专修科目 共同科目 就是每一个宗教的概论 每一个族群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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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介绍都要知道 然后才能够和目相处 才能够平等对待 这个 多元文化大学 是团结族群的 这个宗教大学 大学的时候 是团结宗教的 一定都要从教育 要从学习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说 学调了学习 那你要想团结 那就难了 朋友跟朋友之间 往来是可以表面的 没有根的 必须要深入经典 深入他的奥义 这才找上根 彼此互相真正了解 了解之后 你一定会肯定 是一个神 宇宙之间 我跟宗教往来 一个真神 所有宗教呢 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 所以决定不能毁谤 毁谤就是毁谤真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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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